而在就職典禮结束后 蔡英文步出总统府带领大家唱国歌 不过一开口就让全场惊艳 因为这次的国歌是改编版 融入了本土援助民族的元素 让国歌更加在地化 新总统蔡英文微笑步出总统府 现场民众情绪顿时沸腾 最隆重军礼21响礼炮 象征国军对三军统帅最高敬意 而这次的国歌领唱也不同于以往 蔡英文二度唱出武当所踪 国歌更显心意 屏东原住民学生先以排弯鼓调荣耀宋领唱 接着和紧美女中南投高中拔河队 共同唱国歌 主旋律不变编曲却融入了本土元素 蔡英文整首歌唱得自在 过去民进党被批评不唱国歌 现在创造出新版国歌 也代表民进党对执政的信心 过去扁马就职都唱过的美丽岛再度重现 打造多元包容族群和解形象 新政府上任第一天 用歌曲让台湾人民眼睛一亮 他们已在重复的亭丁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云战TV灵魂虫黄晨台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